在我的置顶笔记里放着我目前火得最快的一个视频 发出当晚收获了两万个赞 至今五个月全网十二万赞 近四千条评论 当然这也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作品 是我酝酿了一年的主题 一个人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制作的 经历了兴奋 紧张 焦虑 自我怀疑 还有最终的眼泪 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重温一下背后的故事吧 我现在在出去拍摄的路上 520我想做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我想去路上采访一些人 问一下他们喜欢的女孩是什么样的 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其实是一个蛮讨好心人格的人 因为我觉得好像一直都有人告诉我 什么样的女孩比较受欢迎 一个女生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总觉得我自己必须得变成那样 才有人喜欢我 但是后来长大之后 跟很多很多人接触之后 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什么样的女生身上都有值得被人喜欢的特质 这是其一 其二 并不是什么完全的特质 让别人喜欢上你 而是你自己喜欢自己 挺紧张的 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有可能会被很多人拒绝吧 也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回答 有可能并不是我自己想象的那样 所以这个视频不一定能成功的 如果到最后这个视频 不能说这种火气的话 好紧张啊 怎么办 其实我看到路上很多人都挺合适的 但是我不知道从谁下来 好像她带着小孩也不太爱 但他们在拍照 哎呀 哈哈哈 怎么 你把我对了紧张 哈喽 你好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采访 我是小红书的国主 我们就在这说几句话就行 行 来吧来吧 哈喽 你们好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采访 因为我们觉得你很漂亮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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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哎呦 这个路应该可爱现在 忠心一点 现在拍了一个上午了 然后我们顺利来看 今天就先这样 刚开始还蛮多人拒绝的 然后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出镜 后来我们也想了一个办法 其实不一定要她的脸的 我们要她的观点就行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只顾声音 不用录脸 然后很多人就愿意 对 刚我们遇到那个男生 跟我们说的那个采访的技巧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就是 我一上来就直接问人家 哎 你喜欢什么呀 你喜欢腿长的还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是个人 应该都会蒙掉 所以就是先跟人家聊聊天 还挺需要勇气的 刚刚我觉得被拒绝了好多次之后 我都不想多 新回忆了 上海好热 这两天 今天上午我要先去一个摄影工作室拍两套照片 我这个拍摄氛围是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去收集就是大家的意见想法 第二个部分是收集一些女生特别迷人的样子 我想去拍我身边干各种各样工作的和各种各样特征的女生朋友 今天我就想拍一下我的好朋友Grey她作为摄影师工作的样子 还有模特工作的样子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选择自己想要什么 想要干什么 想要干什么 我刚刚拍完了 今天真的还是挺赶的 现在是三点钟了 要开始今天的新一轮的 跟陌生人搭讪的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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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坐着吧 那我就坐着吧 你在路边随便了解 在路边随便了解 看一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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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看她身上的哪个地方是什么不明 遇到事情她反应得过来 我反应不过来 那你觉得她什么时候是最有魅力的 反应得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笑才 你是专业的吗 我想你 我想你是专业 我真正的回答你 我不想成为一个笑话 哦 我没有 真的很搞笑好吗 为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刚刚不是说 我以为是你的 对对 好美啊 笑话 我们现在呢 今天已经在永康路上面拍了多久了 我觉得有两个小时吧 但是我们今天比昨天拍的慢多了 因为今天就只挑了一些 我们觉得看起来 特别有特性的 而且问的问题也稍微 要多一点 会深层之一点 今天心态好多了 我昨天特别特别测 真的 我已经日渐憔悴了 现在走在路上 看到任何人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人 能不能采访一下 整心一直很紧张 然后晚上一直很累 但是也睡不好 今天下午 应该是会约几个 我自己的朋友来拍了 昨天有得到一些 真的让我很喜欢 甚至说很感动的答案 然后那一瞬间 我就突然觉得 其实我想做的东西 就是去了解很多人的想法 去跟人沟通 这个这个目的 其实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哪怕最后就是 虽然我还是会希望 这个视频成功 哪怕最后这个视频 又没有达到我 特别期待的效果 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are you lie you lie i lie you lie 哇你头发一下 就像成为侯 reais 当时突然就拿一个粉色头发的女生 你看我的这个背包 这个包应该有十斤吧 里面有我的电脑加相机 加上其他的一些设备 每次背着我这个超级重的梳妆 走在街上的时候 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一般要不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 要不就是在去旅行的路上 这是我最喜欢自己的状态 我现在在办公室 我现在要顺一下我们这两天拍的素材 还有明天要拍摄的人和地点跟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特别特别焦虑 一件事再难也难不到哪个程度 最难的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现在就不太明白 明天到底是会不会下雨 然后明天我想去街坊的地方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有几个想拍的朋友 他们时间都凑不到一起 心拍不好 我发现我自己有事的时候吧 特别容易这样 就我可能有一天会特别的有干劲 然后干很多事 然后有一天特别焦虑 然后有一天又觉得特别放松 好像又无所谓的那种感觉 就心态一直会这样不停的波动 其实对我做事影响还挺大的 今天是拍摄的最后一天了 今天请了一个摄像老师跟我一起 我们会去五个地方 目前是计划五个地方 会拍一整天 首先是我的好朋友跟我介绍了有一个首饰设计师 这个院子好美啊 一二三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就好了 这个一边 不过这边挺好的 就是要自助你自己赌一波二次 我屋铁已经拍了二次了 那一点点东西 然后让我比较快一点 最喜欢的自己是说 他可能甚至在发提气 但是我突然觉得他好像也很美丽的样子 大半的时候 谢谢你们大家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觉得还是我在实生自我家的时候 今天要最后一个地方 他真的像在跟我们拍录一样 嗨 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改善了 第一个五个次完整ok 今天我们在sleepover 然后我的视频刚刚剪辑时发给我了 so excited downloading actually she made it over 5 minutes 她感觉很感兴趣 一直以来我很好奇 我们女生对自己这么苛刻 难道一定要成为某个样子 我们才值得被爱呢 我做了一点 哈哈哈哈 小牌 啊 but right now i think i 就是大家说要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做这个事情没有勉强和逼迫和说谎的成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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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